很高興能夠和各位產學研界的先進 共同來見證我們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的街牌典禮 希望透過大學優異的研發能量 和業界的高階產業技術相互合作 我們希望能夠培養出 更具有創造力的高科技的人才 進而能夠使科技以及國家的重點戰略產業的發展 可以更快速化 台北科技大學創立於1912年 已經有110年 今年要111年的歷史 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的科技大學 歷年來所培育出來的人才 是促使臺灣整體經濟以及產業進步的重要動力 在學術研究上的專業表現 也受到國際的肯定 北科大長期和產業密切合作 累積了豐富的產學合作資源 這些豐富的資源顯示出我們企業對北科大的認同 也展現出企業對培育人才的高度意願 所以我要謝謝北科大設立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 肩負起培育創新人才 強化國家重點產業競爭力的重責大任 這個學院會由產學共編教材 共同授課 並且進行實務的教學 相信透過這樣的教學方式 結合理論和實務的應用 能夠培育出更多具有技術研究實力 以及產業實作能力的戰略人才 為了因應最新的科技趨勢 以及配合我們六大戰略核心產業的發展 這個學院將重點聚焦在人工智慧 半導體 以及資訊安全這些領域 其中 人工智慧科技學位學成會納入智慧大數據 智慧製造 以及智慧醫療等等課程 並且和多家企業及醫療中心進行合作 目標是要做到AI產業化 在半導體科技學分學成的部分 除了學校課程之外 也會和重要的企業包括台積電等等進行合作 讓同學有到半導體大廠實習的機會 此外 一個很重要的領域 就是我們資訊安全領域的學成當中 會納入資安管理以及金融安全等等的主題 這些課程項目都能夠在目前的實務工作當中加以發揮 並且做到最好的應用 最後 我要謝謝我們王岐福校長帶領的北科大團隊 相信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的成立 會成為帶動產業發展的關鍵推力 大家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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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uí